到Live的時候我就說怎麼樣 開會老闆到底行不行 他說哎呀 宇安姐 我們老闆怎麼樣 我說沒關係 我們節目上在看 然後呢 譬如說就開始賣了嘛 然後聽電話線 然後我就在 譬如說他在講話 我就跟他搖搖頭 不滿意 對 我就說電話線 SoSo 不太好 然後我說今天只能買三生二 我跟妳講啦 現在電話線這樣 妳再加一罐 今天結束 馬上 可令 你知道有時候妳跟廠商 就是他本來不同意的 但是妳現場因為做Live 鏡頭在他臉上 他其實會沒有腦 這個 我常說我沒辦法思考 他會緊張 對 因為他不像我們習慣鏡頭 但是很多是一看到鏡頭 他其實本來就緊張 妳再跟他講說賣不好 他又更緊張 然後妳就說 我跟妳講再加一罐 妳可以 妳真的可以 好啦 好啦 然後說 好啦 好啦 他就加了 就買三送三了 他本來心裡 跟我們講好是買三送三 他說買三送三 我就知道 好 他到極限了 我就進特寫 他就說 玉安姐 我剛答應了嗎 我說對啊 他答應了 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們會 願意進音樂 其實就是我們 碳到廠商的底了 所以你只要聽到我們進特寫 就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促銷手法 第二點 倒數計時 超值組合僅此一檔 像我之前有個朋友 他本來就想要買一個相機 而且他已經準備要買了 只是不曉得在哪個平台買 而且他鎖定的顏色是白色 那剛好那一檔 他就看到了 白色的 對 他什麼顏色都有 可是那個專家就很厲害 他就說 白色的賣得特好 而且你剩下多少台 那你如果要買 你現在趕快要打 結果他打的時候 他就很緊張 因為他覺得全台灣都在打 好 買得到 因為我已經要買了 到時候我買到紅的 或是別的顏色 那不是很懊悔 所以他很緊張 他就買了 可是買了之後呢 到了晚上 他快要睡覺前再看 欸 重播 怎麼又重播 對 還真的有 然後他打電話再去問 還有白色 對 所以有時候 這也是廠商的一個促銷手法 對 所以有時候 要稍微冷靜一下 這個我可以講我的故事嗎 好 最近很流行什麼 開運小物 就是連購物台 連這種東西都進來了 對 結果他就剛好在講說 我跟你說 如果你家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 你常常都有小人在你周邊 對不對 然後如果 如果你家是有什麼 什麼什麼對角啊 然後那個門又炸 你一定 你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來幫你除煞 然後讓你來避小人 然後我看了以後 我就想說 還是去睡覺好了 可是我就是躺在那裡 怎麼樣都不安心 就睡不著 然後我就乾脆索性爬起來看 再看一次 把窗戶打開 我想說壁刀 我家有沒有壁刀 結果真的有壁刀 我不其然 就在我的床旁邊 真的對面那個大廈 就是這樣一個壁刀 這樣殺過來 我想難怪我掛了 我想難怪我家有 難怪有小人 因為小三就是小人 後來我就 就是要訂到那個水晶的那個門檻 那個東西 我有提供一個照片 然後呢 他現在 他現在就掛在我家 你們看一下是不是對面有壁刀 真的耶 有有有 對 然後 因為 為什麼我睡不著 因為他一直說 我跟你講 僅此一擋 而且這個老師他批到 他手都斷了 他沒有辦法再下去了 我想不行 這樣老師手會斷掉 我一定要把他斷掉 結果後來 我到現在還看得到他 還在 手都還沒斷 還沒斷 對啊 那獅子家如果講到僅此一擋 也會就是讓你心動嗎 對 因為我跟你講獅子座 就是怕搶不到 對 什麼都怪獅子座 我跟你講真的 獅子座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很了解 剛剛跟你說 就這樣了 沒有就沒有 你想說 沒有 那別人有 我沒有 我沒辦法活 我輸掉了 我覺得不舒服 你知道嗎 所以你這樣應該要把電視購物台關掉 不然你賺得起來 因為我就是很想看 然後呢 我曾經遇過一個主持人 他真的很厲害 因為不是他會上倒數嘛 那有的時候其實時間都比倒數會再長一點對不對 他就一直跟我們說 我告訴你現在剩下三分鐘 時間一到我立刻 立刻收話 他想看到你 他不可能 立刻轉檔 我跟你講馬上 而且他就一直cue那些導播說 欸 我講真的喔 我等一下那個三分鐘一到 我直接有一個要 就收播喔 對 直接收掉 我就在那邊等我 最好是 你們那麼愛情人怎麼 我真的看到他直接給我收掉 是不是那3 2 1 整個畫面就轉場 那怎麼辦 那你不買不行 沒買到啊 我跟你講 還好 對 主持人都會說先抄品號 對 我還好我已經寫下來品號 而且又是會員 打去你只要輸一輸 對 而且我還是想說 還好我有抄起來 對 然後就打電話去 然後我從此看到那個主持人 我都對他那種 敬佩三分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最好笑的是 這種什麼超值組合對不對 我還有看過購物台賣過一種東西 我整個傻眼 他賣了一件 防砍衣 防砍的 有一陣子不是 很多那種什麼 飛車牆 社會新聞很多 是 然後有一天某個購物台 就賣了一件 防砍衣 然後他怎麼示範 他就把那個衣服 很像雨衣喔 放在一個西瓜上面 然後拿菜都這樣 一直砍 一直砍 然後拿起來 好笑喔 他賣5000多塊錢 然後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司機大哥你一定要買 騎摩托車的你一定要買 學生通勤組你一定要買 你的生命只值五千多塊錢嗎 對 想的我都很想買 你知道嗎 然後最可怕的是 後來 因為我就問到那個購物專家 然後我就說 防砍衣超猛的 你賣幾件 他說 兩件 然後 而且座莊老師 為什麼只賣兩件 他說因為那件衣服 只防砍 他不常插 就說我插 我這樣扣你 你就死掉 我一直砍 我一直砍 你沒事 所以你如果穿它 你遇到歹徒 不要 不要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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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擦 對 其實他廠商還有很多的手法 比如說像剛剛講兩個手法之外 還有一個手法就是說 倒數計時 然後數量有限 可是我有看過一個真的是 就是說他說可能只剩十組 然後就很緊張嘛 一樣趕快打電話 然後問題是那線又打不進去 就特緊張 可是等到通了之後呢 你買了之後 十件賣完 他說廠商因為這樣子 所以特別再加碼 對 你知道嗎 那就很促閒你知道 所以有時候你又要是看 如果你本來就有需要這個東西 你就不會覺得可惜 你會覺得很方便 可是如果你是因為它講的這樣子 所以誘發了你的消費欲 然後去買的話 你就會覺得 好像感覺很不舒服 對 所以還是要看自己這樣 你知道我每次看到有那種 它只要是拿別的產品來比較 比如說那種 有有有有 瘦身的 對 只要是機器類的瘦身類的東西 我也是一定就是都買 然後 還有啊 你這樣要很大吧 對 還有就是 比如說有一陣子在流行 那個推臉的一個東西 這個嗎 這個嗎 對 就是這個 然後就是之前 欸 我有看到耶 而且那個廠商推完 那個臉是高低的 對 你知道啊 臉整個歪掉 因為我這個之前 我是先 比如說我先跟那個 關穎 我在私底下那邊聊 他就說他買了一個六千多塊 然後他就一直逼我推 他推… 我跟穎講 你就只能推右邊喔 對 我就只推右邊 結果就隔了是不是十五分鐘 哇 你看真的又想啊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好酷好酷 然後他就想 要不然 要不然我就想說 可是六千塊這樣不OK 對 對 然後 就後來我就有一次也是一樣 我其實我是不會像他們一樣 我是因為我知道我會很衝動 所以我就是不敢轉到購物台 那我是那種 有一次那種 因為實在是不知道怎樣 就轉過去 一看到哇 剛好 一千多塊而已 然後還是這個樣子啊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我 我的心裡面想法是很簡單 差六倍耶 對 我就想說 到時候我只要一買 我就可以跟觀影說 我的才一天都快 哇 立刻有儀喔 對 然後結果重點是 本來就想要買了嘛 對不對 而且他還在那邊示範 就你看 哇哇 哇哇 整整整 全都是這樣 非常神奇 然後我就很開心對不對 然後我每次是 準備要打電話的時候呢 我想說我還是看一下 他還會送什麼 因為反正我就是要打電話 對 就到最後他就說 那今天喔 只有今天你買這個的話 我們今天實在太開心 因為他們每次都說 就是因為廠商很開心 對 所以呢附贈四組 就是什麼 精華液 精華液什麼按摩的 推臉的 推臉的那種什麼什麼霜 我整個人超開心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撿到 因為本來就需要那些霜嘛 對 所以後來我馬上就買了 我也馬上就打電話跟觀影說 我的才一千多塊 結果呢 結果他就跑去罵他助理 因為他助理幫他買了兩支 六千多塊的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整個就贏了 像這樣的一個 扣服滿線還是有效嗎 欸 我想還是有絕對的效果 因為它造成那個消費者 一個壓力 就是我如果買不到怎麼辦這樣子 對 四家曾經買睫毛膏等兩個月 為什麼會等那麼久 因為呢其實那一支睫毛膏 是那個日本航空版 他就會說那個睫毛膏 是坐飛機來的 然後呢那個睫毛膏 在日本最近賣得很紅 然後它在台灣的組合 是比較超值的 然後呢那一支睫毛膏呢 我當時有去幫他們站台 每一次都報現 那支睫毛膏統計 在台灣賣出的數量是超過 台灣才多少人 貼身鷹物好質感 讓人不心動也難 最近這個很流行 很紅 然後我把每個廠 就是每個廠商的全買下來了 可是它還有出那種蠶絲的材質 然後上面還有整件事 對 就變成是內衣加小可愛 可以合一 然後天氣這麼熱 就可以不用穿內衣 它真的很卒中耶 而且很便宜 這個是十二件材質 哇 好美人喔 好美人喔 好美人喔